OK 现在谈到客户端的动作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这几件事 Iscash Initiator 这是客户端软体的名称 通常我们的客户端安装好的时候 这个都已经装了 所以你要做个检查的动作 Yuan Install Iscash Initiator Utility 这是客户端的软体 然后你装好之后 你要先把它启动 然后启动这个都是什么 就保证你的Iscash 在开机时会启动 这是第一点 那么在刚开始 客户端是怎么知道伺服器 是有帮我准备一个可以用的target呢 所以你要对target server 进行一个查探的动作 这个指令叫做Iscash ADM -M这是模式 这个Mode叫做Discovery 查探 -T这个T叫做Send Target 告诉他 请你告诉我有什么target -P叫做Portal Portal指的是它的入口网站 或是它到什么样的网站上 后面加上的是伺服器的IP位置 经过这个动作以后 伺服器应该会告诉你 应该会告诉你 告诉你什么呢 告诉你你有什么target可以用 如果这个动作的结果 伺服器并没有告诉你 你有什么IQN可以用的话 那就表示伺服器拒绝这个客户端 说这个客户端不允许他来连线 那当你收到伺服器送来的IQN之后 这个指令叫做Iscash ADM 一样-Mode 它的模式是节点模式 它就要跟伺服器说 我要作为你的节点 -T指的是它的target 后面接的就叫做target name 就所谓的它的target的名称 你就可以把你收到的IQN写在后面 你要小心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这几个都是同一行指令 只是因为太长了 我把它分开来这样子 所以一开始Iscash ADM-M Node节点模式 它的target后面大T 后面接的是IQN长长一条 接着这个IQN是从哪一台电脑取得 小P 小P取得 小P的IP位置是192.168.0.250 -L 这叫做登入login 登入之后 你就会发现 你的分割区 应该讲的硬碟 多了一个或是两个 那就要看 这上面 这上面 有没有多一个硬碟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伺服器准备好 我摆着 收起来 我打开客户端 客户端在这里 目前你看我前面打了一个Fdisk-L 它只有VDA 后面这一些Device Mapper的东西 都是它的LV的代名词 所以这里面没有其他的Skashi的叠 所以我在这里要做的是 是我要先确认 我有没有安装I-Skashi Skashi有关的东西 所以我想的写的是 RPM-QA查询 Grab SCSI 你可以看到 它这边只有装I-Skashi Initiator Utility 那我就不用再装了 然后呢 现在接着 我就要对 I-Skashi ADM 来进行一个探讨 它的模式叫做Discovery 它的模式是Discovery Dash T叫做SendTarget 有时候 你会看到人家写 S T那是一种简写 那如果我们 SendTarget 请你告诉我 它的Target SendTarget 然后呢 Dash P指的是 它的网站 E6 这250是客户端 E6是伺服器 这个时候 这是E6 这是E6吗 看一下 我们的设定 有没有问题 回去 这里 叫做I-Skashi ADM -M Discovery -T sendTarget 这没有问题 现在的问题 应该是 它这边 没有 Not Found 没有这个东西 Service 我刚刚少做个动作 IS-CSI Start 启动 没有讯息 不管 再来一次 好 他说 Not Found 我们刚刚讲 他的伺服器 是不是16 是 -M Discovery I-Skashi ADM-M Discovery -T sendTarget 是S 刚刚少写一个S 看清楚 这时候 这时候是有可能的 看到没 一个S 就要你的命 如果客户端允许的话 16-3260破 就会告诉你 IQN的名字 这是IQN的全名 可以吗 这是IQN的全名 IQN的全名拿到以后 剩下的东西 就是 你想办法连到这个Target 回来看 下面 给这个 想办法连到这个Target 用的就是登录的技巧 I-Skashi-ADM 它的节点模式 大T 它的TargetName I-Skashi-ADM 它的Mode 模式 是节点模式 Node -大T 是它的TargetName TargetName 就从上面直接call 它的P 网站是16 -小L 登录 好 你看 如果L 登录成功 login to i-face D4 Target IQN的位置 它的Portal 它的网站 入口是16 就是3260破 然后呢 登录成功 登录成功之后 看 Fdisk-L 我们这里就多了 两个叠 SDA Fdisk-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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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SDA 跟DB 它这边没有分割表 核心想要读它的分割表 却读不到 因为两个叠进来以后是空空如也 是什么格式或分割表都没有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核心找到核心找到了SDA跟SDB 这是一个好现象 那我们有了这两个叠以后 我们就可以进行格式和切割的动作 等一下 我先给你看一下 如果我登出会发生什么事 小U 登出 在最左边 小U 登出之后 在核心上跟你说 有没有结果 有没有结果 成功登出 你想 登出以后 你再看Fdisk 刚刚的SDA跟SDB都不见了 但这个动作还没有完成 我要重新登入一次 登入 进去 Fdisk上来 那 如果我今天没有特别的需求 我希望把这两个分割区都格式化 成一个分割区 我可以快速的 透过系统工具 视觉机utility 你可以看到 这两个都直接上来 这是Virtual Disk 它是一个IET Virtual Disk 它是SDA 然后呢 它是一个还没有启动的硬碟 我可以对它做个MBR的Disk 然后呢 然后针对它做一个 全部的EST4档案系统 比如说这是SDA 好 去个名字 它就变成一个一机的档案系统 完全就跟本地的一样 你可以直接挂载 不过要看清楚挂载的过程 这边一样 你看这是一个还没有启动的 我把它做MBR的Disk 然后Format 建立一个全部的档案系统 它叫做SDB SDB1 建 好 这两个呢 在实际使用的时候 它当然希望你用UUID 因为UUID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它的ID 而不会担心它的顺序的问题 为什么 当你在实体机上用的时候 你要小心 因为它是后来的 就是开机时才启动的 啊 Scrush的碟 如果你在开机时就插了一个外接碟 它就可能会变SDC了 好 所以用装置名称是不妥的 不妥的原因是怕你有外接装置 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挂载呢 挂载所使用的范围是什么 好 你可以看一下 在我们编辑VI ETC 先做挂载点 好 比如说我到MNT去 MNT上面 我做一个SDA跟SDB 这两个挂载点都已经做好了 我到 到ETC FSTable 那设定挂载点的时候 我挂载都做好了 我的UUID很重要 你怎么去取得UID呢 BLKID这个指令还记得吗 你可以呼叫SDA1 这里可以叫出SDA1的UID跟它的Label 用UID拿来到这里 贴上 这是SDA1 它的挂载点 空一个MNT的SDA 好 档案系统 EST4 先不管 对不对 然后呢 Default 但别忘了 这是一个ISCOS的叠 它是一个网路上的装置 你的参数 这样不够 加一个底线 Net Device 这是要非常注意的部分 而且开机时不要检查 两个零 再来一次 SDB1 它的UID是这里 到这边贴上 然后呢 它的挂载点是MNT的SDB 然后 它的档案系统是 EXT4 它的挂载参数是 Default 底线 Net Device 00 OK 你有挂载点之后 你就可以面对它来进行挂载 看看 到MNT的目录里 好 Mount SDA 可以挂吗 可以 SDB 可以挂吗 可以 这个时候看一下 Def 挂好了 好 这样一来 这个客户端系统 重开机的时候 就会自动的把 指定的分割区 依照UID 所以它不怕 当它的叠叠变成SDC 或SDD的时候 找不到人 因为用的是UID 好 这样子就上来了 这是客户端完整的动作 好 可是 现在如果 我要拆它 你就要看一下了 拆除它 这是另外一回事 好 我们先把影片停下来 你下一段看拆除